这个视频咱来学习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 之前你学了描述反应进行的快脉用化学反应速率 描述反应进行的限度用化学平衡 这些都是针对能够发生的反应而言的 实际上一个反应能否发生 也就是反应进行的方向 也要有科学有效的判断 要想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 咱先来学习什么叫自发过程 顾名思义 自发过程就是不用借助外力就可以自动进行的过程 比如高山上的流水 类似的自发反应就是在一定条件下 无需外界帮助就能自发进行的反应 自发过程或者自发反应都有两个特点 第一体系趋向于从高能状态转变为低能状态 转变时体系会对外部做工或释放热量 第二在密闭条件下 体系有从有序转变为无序的倾向性 也就是无需体系更加稳定 知道了自发反应及其特点 接下来咱分析一下如何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 刚才咱了解到自发反应中 体系趋向于从高能状态转变为低能状态 一般就是放热反应 实际上绝大多数放热反应都能自发进行 比如这俩反应 那是不是说只要含变小于0就是自发反应呢 并不是 因为有少数吸热反应也能自发进行 比如这俩反应 看来只根据含变来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是不全面的 它只是判断的因素之一 除了含变还有什么是判断反应进行方向的因素呢 刚才咱还说了自发反应有个特点 在密闭条件下 体系有从有序转变为无序的倾向性 告诉你 描述一个体系有序无序 也就是混乱度的物理量叫做伤 越混乱无序伤值越大 同一条件下 不同物质有不同的伤值 同一物质在不同状态下伤值也不同 一般的规律是气体的伤值 大于液体大于固体 而伤变呢 就是反应后体系的伤值 减去反应前体系的伤值 由自发反应的特点可知 化学反应的伤变越大 越有利于反应自发进行 所以伤变是判断反应进行方向的另一个因素 综上所述 要想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 必须综合考虑体系的含变和伤变 吉普斯自由能 就是这样一个综合考虑了体系含变和伤变的物理量 所谓吉普斯自由能 等于含变减去温度乘以伤变 这就是恒温恒压条件下 判断化学反应进行方向的依据 它不仅与含变和伤变有关 还与温度有关 当吉普斯自由能小于0时 反应就能自发进行 等于0时反应达到平衡状态 而大于0时反应不能自发进行 综合含变伤变和温度 反应自发性的判断 还可以用这张图来表示 当含变小于0上变大于0时 吉普斯自由能一定小于0 反应能自发进行 当含变大于0上变也大于0时 温度高的情况下 吉普斯自由能才会小于0 也就是高温下反应自发进行 但当含变小于0上变也小于0时 在温度低的情况下 吉普斯自由能才会小于0 也就是低温下反应自发进行 最后当含变大于0 商变小于0时 吉普斯自由能一定会大于0 所以反应不能自发进行 到这儿你就会判断了吧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来总结一下 自发反应的特点 是体系趋向于从高能状态 转变为低能状态 而且在密闭条件下 体系有从有序 转变为无序的倾向性 所以含变和商变 是判断反应进行方向的两个因素 这俩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就是吉普斯自由能 当吉普斯自由能小于0时 反应自发进行 等于0时反应达到平衡状态 而大于0时反应就不能自发进行了 学了这么多 等宝宝大脑的伤值越来越大了 我想听听 你赶紧刷题去吧